我不想把他解讀成他在扭曲事实 因为我觉得他不是这样坏心眼的人 不管是去哪里或者是叫Uber E 我上面的发票 全部都是打给他的公司的同编 所以如果真的要证实这件事情 那些发票掉出来全部都可以看 全部都是从我手机出来的 每一餐吃什么都是他决定的 我是个很爱吃卤肉饭的人 但是在这8个月里面 我一次卤肉饭又没吃过 不是只有吃而已 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事情 他要做什么我就尽量配合 作家爱去招陈沛真孔收入不稳 公开包帐发票保财务内幕 你现在就是有把他当做自己的太太吗 我戒指还戴着 但有一种感受就是 婚姻已经结束了 但可能这个人还存在着 他有拔掉吗 他应该拔掉了吧 他应该拔掉了吧 他应该拔掉完了 作家H&KOL陈沛真 去年底搞掉半婚宴 增料36天后就宣布离婚 双方开始互接交往时的伤疤 把磨合分得难看 H前年离患社会陷癌 成绩数周甩情商阴霾 结下新节目 作家H下乡 也接触三立新闻旺度 假专访分享近况 不知道应该不好 我在想应该有应该有影响到 因为我上礼拜基本上 不吃不睡 还在调整中 但是至少现在心态健康很多 感谢他带给我一段过去 那我们就不要再往后看了 那东西什么 在交接的时候 都是不带感情的吗 要带什么感情 昨天寄回来给我看到比较难过的是 我家的钥匙 其他东西都是正常的东西 就看到那个钥匙觉得 啊 像 嗯 那你有看到钥匙吗 没有 他们家是用那个电子锁 对 嗯 不知道会不会改名吧 没有 我本来就没有设 嗯 我一直都是跟着他出路 没有我的指挥 没有你的指挥 因为就是一直南北南北的 我们也没有太多时间 就是安定下来去处理一些生活上的细节 这还来不及处理就就就就就结束了 都会赖啊 因为这节目以前是我们一起讨论的嘛 嗯 所以就会希望我好好做啊 然后会关心一下东西 至倒霉啊 然后性情怎么样啊 都会彼此还是会关心啊 那你一起怎么不要他呢 what 哎呦 第几要他 怎么弹 第几要他 弹不了啦 弹不了啦 你光是 呃 两边 之前发的文 你说我们来对啊 什么 哎那很可怕吧 陈佩甄诚在文中指出 H的财务状况不稳 连出去玩的机票 还有两人录制节目的制作费 都是由他买单 他扛的不是我的经纪啊 他扛的是他的 比如说他的房贷 他的车贷 你看他的文的意思是 那一天那一顿是三千多 但是那一天的隔天 他买了一张九千多的预约票 可是那个所谓的三千多的餐 餐费 其实是我们日常里面 基本上出去吃一餐 大概就只有三千 因为我们两个带小朋友啊 我这方面比较传统 我认为男人要付大部分的钱 所以出去吃喝玩乐大部分都是我住的 什么都有啊 你说寿司啊 然后意大利餐 西式料理 高级点心 什么都有啊 因为他嘴很挑 他以前做餐厅出身的嘛 对 对所以他对于吃是很讲究的 所以我们在一起八个月吗 每一餐吃什么都是他决定的 我是个很爱吃卤肉饭的人 但是在这八个月里面 我一次卤肉饭都没吃过 不管是去哪里 或者是叫Uber Eat 我上面的发票 全部都是打给他的公司 这种边 所以如果真的要证实这件事情 那些发票掉出来 全部都可以看全部都是从我手机出来的啊 不是要强调这件事有多了不起 但是我只是想澄清说 不是说他扛起什么我的经济 没有这回事 我不太想去仔细的阅读他的文章 因为我理解他 就像我讲的那样 他写出来的文章一定是 保护自己多一点 引热扬善多一点 我没有必要去针对他讲的每一点 然后我再回文去反击 因为我们真的不是在演八点档啊 我不想把他解读成他在扭曲事实 因为我觉得他不是这样坏心眼的人 所以我只能讲说 我希望大家不要解读错了 或者是大不了是我 我出来澄清 如果大家认为有疑惑 你们可以问他 我觉得那也不是什么 我跟你讲你们po出来 网友一定又要讲说 你不是说不讲了 你又出来讲了